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点13分50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东北季风又增强了 所以带给了北部地区 比较明显的是降温 宜蘭地区更明显的是降雨 但是因为索性这一波的东北季风 整体来说水气并不算特别的多 也并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带来的温度的下滑的幅度有限 而带来的雨势也有限 但是终究是变天了 不会再像过去这两天 温暖的秋天的阳光 可能就要say bye bye了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温度上面的变化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因短暂雨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1到23度 注意温度明显的下滑 好那这是回到了正常的初冬的天气状况 中部地区呢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零 完全不会下雨不受影响 白天的温度是22到30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也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2到31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短暂雨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7度 好但是整体来说 虽然花莲台东降雨几率并不高 可是宜兰 宜兰的降雨几率高达70% 事实上现在呢 它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0毫米了 所以呢宜兰地区的朋友特别小心了 那至于在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也是零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4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宜兰 还有台南澎湖都是23度 台中21度 高雄22度 花莲跟台东24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上个礼拜四 礼拜三哦 公布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低于预期市场出现了狂欢性的一个上涨 也带动了全球股市的一个上涨 美股呢在上个礼拜五呢 那么继续的这个根据这个CPI的这个数字呢 持续的上涨 这里面道琼的涨幅较低 那么只有小涨了32点 刷盘指数是33747点 涨幅0.1% 纳斯达克则是大涨了209点 收盘指数是11323点 涨幅1.88%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6.68点 收盘指数是3993.05点 涨幅0.93% 费成半导体则大涨了82.39点 收盘指数是2754.90点 涨幅也高达了3.08% 尤其科技类股的反弹呢 是特别明显的 那么因为呢美国这个CPI的数字呢 那么低于预期 预期联准会呢 未来会放缓它的升息步调 很明显的看到包括了美国的股市 还有债市 美国的这个一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继续的下降到4.6% 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来到了4.33% 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降低到3.81% 公债殖利率快速的往下滑 意味着它的价格往上升 而美元指数呢 也看到明显的下滑 这些都是推动股市上涨的 最重要的动力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事实上上个礼拜呢 金融市场反映两个利多 一个就是美国的CPI放缓了 所以呢美国联准会呢 会放缓它的升息步调 另外一个利多呢 是中国大陆虽然疫情越来越严重 但是它却放宽了防疫的一些规定 包括了入境的时间的缩短 还有包括内部有许多的规定呢 都放宽 这些激励了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纽约油期货价格呢 就上涨了2.4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8.96美元 北爱布兰特原油 则是上涨了2.3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5.99美元 涨幅则达到了百分之2.48 那另外呢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上涨了百分之1.9 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百分之1.3 芝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百分之0.69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黄金持续的反映美元指数的下滑 所以呢这个悄悄板的效应 再加上呢上个礼拜五呢 比特币还有其他的这个利空呢 消息的袭击 所以呢在比特币跟美元指数都下滑的情况之下呢 黄金的这个替代效应就很明显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15.7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769美元 一周呢涨了百分之5.5 不过白银的期货呢出现了拉回小跌了百分之0.16 在其他的基本金属的部分呢 铜就是反映了中国大陆呢 放宽防疫的这一个消息 所以呢是大涨了百分之4.4 把金的期货也大涨了百分之3.7 另外呢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下跌了1.68个百分点 来到106.39 近三个月来的新低 一周扁了百分之4 而且呢是在礼拜四礼拜五两个交易日 就扁了百分之3 这个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至于在欧洲的部分 就英国因为经济数据太糟 所以呢其实下跌了 下跌了57点 跌幅达到百分之0.7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则上涨了37点 涨幅百分之0.58 德国凡克福指数则上涨了78点 涨幅百分之0.58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就美国来讲 上个礼拜呢真的是大反弹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啊 那么道琼一周呢涨了百分之4.1% 标普呢一周涨了百分之5.9% 那斯达克一周涨了百分之8.1% 所以你看越是科技类股涨幅越大 而费城半导体一周的反弹就达到了百分之14.9% 一周涨了将近百分之15% 而台积电呢一周的反弹呢 它的ADR在美国交易的ADR呢 一周也反弹了百分之18.2% 是2001年10月以来的最大反弹幅度 所以半导体呢是主导这一波反弹的最重要的来源 好那当我们就看到台积电呢 就领涨了这个台北股市的上涨 好不过呢在上个礼拜啊 能就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公布的密西根这个 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就数字而言呢是不如预期的 所以呢衰退就有衰退的疑虑 而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通膨的预期不但没有下滑 反而是小幅度的上升 不管是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膨预期 估计是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五点一 未来三年的通膨预期也往上升 那么这些显示呢 通膨的问题以及衰退的压力 似乎没有那么容易的解决 那么事实上呢在昨天呢 Stanford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泰勒 他呢有这个全球央行导师的称号 因为呢他提出了一项 可以作为联邦利率决策的 一个重要的泰勒法则 目前也是各国央行呢 作为他们打打击通膨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而泰勒呢他则是认为 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的话呢 联准会必须要把这个终点利率升到百分之六以上 才能够巡浮通膨的怪兽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对于这是长期而言 但现在的中期反弹呢 是已经很明显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英国 英国呢昨天上个礼拜五公布了 今年第三季的经济表现 结果呢是第三季跟第二季相比 下滑了百分之零点二 而且呢第四季也不乐观 甚至于英国央行在上个礼拜已经提出来 可能未来会有连续八个季度都是萎缩的 好那这就是两年的时间哦 这会创下1920年代以来英国最长的衰退时间 而与此同时呢 英国的新任首相苏利文呢 预计这个礼拜就要公布一系列的加税 还有削减支出 这财政上面的缩紧 可能会使得他的这个经济衰退的压力变得更大 好这是英国的情况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加密货币圈的FTX 事件那很多人把它形容成为币圈的雷曼时刻 但有更多人认为它更像是在21世纪初所发生的安隆案 安隆案呢是做假账的代表性的一个案子 那FTX可能都是以有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做假账哦 那么FTX呢在上个礼拜五呢申请破产 然后执行长请辞那现在呢是由这个清算破产的代理人担任执行长 但是呢在这个申请破产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之后呢 又传出遭遭到骇客的攻击有超过6亿美元的资产不翼而非 这里面呢现在他可能受到影响的这一个这个投资人包括了弹马席 包括了软体银行包括了红杉资本 然后以及安大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会 然后呢以及一些足球明星啦这个布雷迪啦 还有包括了NBA的球星这个柯瑞等等哦 所以呢这个FTX的这一个事件对于加密货币圈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目前还没有办法评估出来 所以加密货币呢在上个礼拜五呢又出现了下跌 那么过去这24小时呢下跌了百分之2.63 来到16361对1比特币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这个美国当包括了美国的总美国总统拜登到东南亚 然后呢现在这个今天要跟习近平会面 双方呢更重要的是在东南亚较近 那另外一方面呢叶伦呢也到了东南亚 那么他昨天呢表达了对于穷国债务的问题 他坦诚美国的快速升息已经产生了外溢效应 所以会有很多国家可能会因为这个外溢效应而出现债务危机 另外呢根据最新的调查 这个是财富研究机构VFX呢最新的调查 那么过去这一年 今年上半年身价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产 总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这个超级富豪 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减少了百分之六 这是四年来首次看到这个全球超级富豪减少的一个情况 所以穷国债务危机 而有钱人呢看起来收入也财富也减少了 另外呢国际货币基金提出警告 那么全球的房地产市场都濒临了衰退的临界点 这里面呢新兴市场在未来三年最严重 可能会平均下跌25%而已开发国家呢 可能会下跌10% 好那这里面呢其实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风暴呢 是提前就已经引爆的 那么昨天呢中国大陆呢公布了稳房市的16条措施 由人民银行跟银保间呢共同提出 那么有分析师认为这是史诗级的这个旧房市的政策 这边包括融资呢就可以展期未来半年之内到的这一个债务呢 可以展期一年的时间 然后同时要合理的安排还款安排 以及呢支持各地的这个减少这个投期款 然后以及降利率的种种的措施 好这个呢显然就是对于房地产的压力呢 是必须要去面对它 另外这一次的双11中国大陆的快递业务呢 减少了20% 说明了消费力道的减弱 好另外呢在这个疫情的部分 其实就确诊人数来讲是增加的 单日增已经破万例了 但是呢中国大陆在上个礼拜五呢 推出了优化疫情防控的20条措施 这20条措施都是放宽的 包括呢入境的隔离呢 从7加3缩减为5加3 而且呢对于密接的密接呢 不再去管控它 同时呢还把这个这个测试核酸的这个时间呢 那么开始减少等等的 这一些呢立刻就引发的是 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 以及中国大陆内部国际机场的搜索量 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我们看到陆港股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也是上涨的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51点 涨幅1.69% 深圳层值大涨了231点 涨幅2.12% 而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大涨了1238点 涨幅高达7.7% 来到17319点 台北股市呢在上个星期五呢 更是开高走高 收盘的时候呢狂涨了503点 收盘指数14007点 涨幅高达3.73% 成交金额呢也放大到3354亿元 万资呢一口气买超了488亿元 新台并呢也一口气飙升了4.95角 升幅创下了23年来的最大升幅 中场来到31.41 我们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dull flip 耀 无稍